仓库里有宝吗 这号应该没有看到的那么简单 来老板这是你的装备吗 修罗柔十二段变身 十段的野兽日历 十三段的破碎变身 愤怒家变身 后有狂公家变身 高伤的锤子 高伤的刀 我这 特技 无级别 单加魔力四十三 自己给自己打造 兄弟你这个太装逼了 怎么能鉴定出无级别特技呢 哪天出的呀 我靠 而且这个衣服最尴尬的地方 就是这个衣服没法去 藏宝哥搜索类似的 因为藏宝哥没有能跟他比的呀 这他妈妈的 这他妈妈的 这衣服的话 这衣服怎么说呢 150的极限 150的极限防御是320 320减去是248 再出一个1.5 能熔练48点防御 熔练48点防御的话 我觉得神神级的熔练可以达到40点防御 只减少一点属性 也就综合的话可以达到38加248 出防的话可以达到286 敏 单加魔力43 43再乘一个1.5 43再乘1.5 再加上一个64.5 然后350的超级属性 熔练以后的话 假设熔练38部件属性 350的极限属性 还带了一个特技 跟这个衣服应该仅次于那个双加的磁航衣服 但是那个磁航的衣服 肯定 对不对 他一是他的女衣 二是对不对 这个男衣 他是极限魔力的 兄弟们这个衣服啊 他跟那个平时你建立几个130 140那种451伤害 420的武器不一样的 这个衣服藏宝格是没有下的 修罗咒 而且好像刚刚改过 修罗咒是刚改的 上次维护刚改完的最新的修罗咒 修罗咒的新效果 这个原效果是 将受到攻击时将一半反给对方 原来的话就是龙卷羽姬卷不了 什么神木林的卷不了 多人法术的话也可以反弹 持续效果六回合 持续效果六回合 每次反弹的伤害不超过人物等级 剩以8 也就是109级 109再乘以个8 最多弹872级 需要消耗分动120点 分动腰带消耗96点 原来就是只能弹单法 现在能弹群法 多人法术 卧槽 英姬和破釜沉舟也会被反战 英姬都能反战 这个技能以前没见人用过 但是以后应该有了 这衣服 这衣服 你这种衣服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把自己联系方式以后出现以后 大哥们就全来 大哥们全来找你谈一谈 这衣服 这反戏 老板这波节目效果设计的非常好 假装东西放仓库了 让我去找 我对不对 看到这种装备的时候 心情毫无波澜 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区内的霸主 整号差不多35万 后来直到发现了一个这个东西 我突然觉得高等级有点好用 低等级 受到伤害时 将伤害的一半反给作用方 原效果也是六回合 然后每次反弹不超人嘴巴 新效果就是多了个法术 那我们理解为除了能弹低挺以外 也没啥别的用 但是这个低等级其实没有低挺 能谈谈出其不意的虚迷之类的 这个衣服的话综合属于点 熔练以后的话可以达到350 最强的衣服是370 但是女衣 然后那个是应该是体内双架 这个加魔力的 这个衣服在男性的法系衣服里 这个应该还有争议吗 兄弟们 这个衣服应该没有争议了吧 原来是女号 现在的话 关键男的没有法系厉害的武器 衣服的话基本就是330到360 之间这个熔练以后综合可以达到350 真的 你看到年底真的是狂发年龄剑 他这个衣服藏宝格是没法搜的 没有跟他 没有同类型的130以上的 魔力35以上的 防御得达到一个260 得算是一个级别 但是150的衣服和130的衣服在于熔练上上限的区别 130的衣服防御最高也就270 140的300 150的320 防御的 这个上限决定了让熔练的上限 藏宝格搜索150 无级别试试 来 来我先看一下 衣服是不是一定要穿身上 别在家里 对不对 开着可以观赏 进来他们给咱强提了 我是 来看一下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的话是一个246 36 这个衣服的话 首先的话是熔练的24点防御 加2点魔力 这个魔力比咱们少了7点 然后 加了2点魔力以后是38 咱们43 咱们防御的上限比这个要高很多 差不多高两段宝石 看有没有别的比较接近的衣服 272 再加魔力 再加魔力 这是275 咱们的衣服 比这个衣服高的 还是比较多的 魔力高出了差不多 魔力比他们高出了 1.5段的宝石 因为魔力的话差不多 你多了一个13点 或者是你的话是43 别人是35 高出了个8点 8乘个0.7 是5.6 舍利子 高双加高出来 也就是属性点高了一段舍利子 然后防御差不多可以比140的高出两段 综合能比这些高三段 这些都是16段的 还没有打17段的 防宝额基本上是没有太多可以参照对象 150的一个都没有 这个衣服不需要点画 这个衣服买来的话 肯定是31个附魔宝珠 直接上 还带了个修罗咒 这衣服怎么能让他变成主播出品 来看一下谢之衣服 来兄弟们开始投票 是王谢的衣服屌 不算宝石 王谢的衣服屌 还是无人撕你的衣服屌 叫他妈其实高下立判 王谢这个衣服熔练就热 王谢的减4奈 48膜 熔练了综合27点防御 加1奈 他的衣服 150的衣服320 王谢的衣服熔练还真的挺一般的 这是王谢的衣服的最终极版本吗 王谢的厨房比这个衣服厨房高了20 魔力高了5 耐力减了4 综合属性点 差不多在不熔练的情况下 赢了个15点 这个衣服多了个特技 多了个男 王谢的衣服有熔练 不应该只有这样 好了兄弟们 恭喜老板吧 恭喜老板吧 我预测他的熟练度 应该是12000到16000的区间 如果我猜对了 请给我掌声 好了兄弟们啊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啊 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一个一个截图啊 只要功夫身铁杵膜之身 一个只有炼金 裁缝熟练度3437点的一位啊 完全是超级新人 差点压缩打造 打不了的一个打造者啊 打造出了梦幻西游最顶级的啊 男一 单加魔力啊 单加敏捷 单加力量啊 的一个无级别小极限啊 然后的话 150防御上限比较高 再加上一个新的大型的特技啊 修罗咒 经过大改以后呢 可以反弹群法 这个真的 这个衣服我觉得就是梦幻西游推广大使啊 兼梦幻西游内部玩家年终福利奖 他这个衣服鉴定的意义在于三点啊 第一点是低熟练照样可以出最顶级的极品东西 第二点的话是告诉大家 修罗咒已经被策划改过了啊 这个修罗咒以后是个好特技 大家要重视 三的话就是11月份12月份啊 就是网易的年终福利环节 一定要多鉴定军火啊 太强了啊 所以说他的熟练的综合是3437点 有人说为什么不是8036点 因为打造和翠灵 武器跟灵式是通用的这个熟练度 衣服啊 项链腰带鞋子帽子是这个熟练度 所以说他的熟练度就是3437 听懂了啊 他的肉皮算 他的眼睛会打到来 其实没问题 听懂了啊 黄尿和你都不 fear 实际上印象的 我一种好特化的 他的眼睛会有限 谢谢大家